我对她还不够好吗 她要什么我没给她买呀 一个要星星我还附赠月亮的人 如今秦海露在小米家中 出演强势的总裁夫人李平 李平在剧中怼前夫怼小米 把周围人都吃得死死的 可面对女儿时 她瞬间没了气势 在婚怀孕之后 她迟迟不敢告诉女儿 怕女儿伤心 秦海露出演的霸总夫人 收获了许多观众的称赞声 甚至有人说她是本色出演 其实呢 观众评价秦海露霸道 并非空穴来风 秦海露出生于大连世 从小就是北方人的豪爽性格 六年学习刀马蛋 与刀枪为伴 敢爱敢恨 我的座右铭 那就是不求尽善尽美 但求为所欲为 大四那年 金像奖导演陈国找到她 三股茅庐 希望这个女学生 能够出演自己的电影 可是秦海露一听 要演一个妓女 当下就回绝了 我是一个大学生 还没有毕业 在班主任的说服下 秦海露这才答应出演电影 电影上映之后 横扫各大颁奖典礼 秦海露凭借着阿燕一决 拿下了三个影后奖杯 成为两千年风头最强劲的女演员 成名后 秦海露靠着一张利嘴 怼人无数 在做客综艺大哥大时 主持人张飞炫耀台湾省的美食多 她说台湾有珍珠奶茶 猪血糕 这些大陆有吗 秦海露暗自不爽 回怼到大陆有驴打滚 地瓜拔丝 吃过没有 这是山东菜 快想一下 牛舌饼听过吧 牛舌饼 到乡村的 哪边的 斗星老师 下边的 写真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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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其实呢 秦海璐的霸道源于自身的底气与实力 在戏曲学校时 秦海璐不愿意唱青衣 她主动申请练刀马蛋 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练功 同学们做两百个飞脚 她就做两百五十个 功课总是领先诸位人 百分之一的灵感 占的比重很少 但是它是不能没有的 可是那99%的确实是很重要的 在接到白鹿园时 秦海璐刚刚生完孩子 按照传统的说法 这个产妇还在坐月子 可作为演员 秦海璐必须要敬夜 她放下了嗷嗷待哺的孩子 逼着自己减肥三十斤 以最好的状态出演仙草这一人物 拍电影捉迷藏食 秦海璐一边在酒店带孩子 一边忙着剧本做暗图工作 等孩子睡着之后 她就悄悄去到地下停车场排练演戏 那个时候 她一个人在停车场里手舞足蹈 十二跺脚 十二跪地磕头 这段视频被网友看见后 人们说她中邪了 变神经病了 凭借着99%的努力 秦海璐22岁就拿到了 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影后桂冠 手上拥有无数代表作 刚的秦中 她是热心的朱贤 陶姐中 她是善良的蔡姑娘 《红高粱》中 她是刀子嘴豆腐心的书贤 很多人看到了秦海璐的成功与强势 却很少看到她的努力 在人发剧本给我的时候 我就做了很多很多功课 所有的角色都会演一遍 包括跟我对手戏的演员 他会处理如何跟我处理我的台词 我每一场戏 你怎么演 都在我设定之内 事业如此成功的秦海璐 在感情上却甘于平反 2003年 秦海璐和亿万富豪李厚林陷入爱河 李厚林拿着50颗彩钻 镶嵌而成的豪华大钻戒 向秦海璐求婚 她说 50颗彩钻代表50年金婚不变 看着眼前的欣赏人 秦海璐的心像吃了蜂蜜一样甜蜜 可是甜言蜜语还在耳边 李厚林转眼间就变心 她公开与秦海璐分手 娶了湖南卫视的当红主持人李湘为妻 这段惨痛的恋爱经历让秦海璐很是受伤 那段时间 她天天以泪洗面 只要记者一提李厚林 秦海璐就忍不住落泪 吃一欠 长一智 2014年 秦海璐和王新军步入婚姻的殿堂 同为演员 王新军的事业成就和收入都比不上秦海璐 可是秦海璐觉得自己捡到宝了 人 家庭条件 然后包括说她的专业 她的表达 我觉得她很诚恳 很诚实 所以我觉得她是个男人 在和王新军的相处中 秦海璐想撒娇就撒娇 不需要伪装自己 在厨房里 老公劈柴做饭 秦海璐就在一旁洗菜打架手 夫畅覆嘴 秦海璐拍白鹿园时 忙得不可开交 老公王新军就负责照顾孩子 帮老婆减轻压力 休假时 他们会一起逛街旅行 享受二人时光 夫妻携手同心 将家庭和工作 打理得井井有条 在生活中 秦海璐是如此平凡又小女人 她会撒娇也会骂人 因为她追求实在 爱祖国 所以她怒怼台湾艺人 因为真正喜欢表演 所以她付出了99%的努力 因为想要一个家 所以她离开富豪 选择了诚恳 有担当的王新军 时代人 秦海璐把事业和家庭 都过得多姿多彩 阿华也祝福她 在之后的日子里 为观众带来更多的好作品 下回来 午后 感谢观看